本周我會選擇冬樂集團 我們先看看冬樂會做什麼 冬樂的主要業務主要分為六個部份 但主要收入來源最重要是第三樣 第一樣是高份子材料佔收入大約三成 另外就是制冷劑佔收入大約四分之一 第三個部份佔最多是近期售價最受惠 就是有機歸的業務 佔收入大約24% 我們先看看為何會看好冬樂集團 看好冬樂主要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見到近期產品的需求也會回亂 所以就令到它的價格上升了 所以我們看到它的產品的價格上升 也帶到它的股價有相對上好的表現 第二個原因就是由於供給質改革的因素 限制了這些相對上發工股的產能 其實不可以說有這麼多新的產能 對它來說其實也是一個受惠 第三點就是冬樂其實也是剛剛納入了MSCI 中國小型股指數 其實短期來說也會有一個證明支持 第四個其實是一個挺大的市場憧憬 就是它會現在申請A股分拆 它的有機歸業務去獨立上市 其實在這個市場憧憬之下 其實對於冬樂的股價來說 其實也有一個挺大的支持 我們也看到了 其實我們也看了冬樂的股價走勢 在5月的時候 其實我們看到它是突破了它的橫行區之後 就是呈現一個向上的走勢 大家其實不妨可以留意一下 其實如果它有機會回召的話 其實是可以做一個趁低級納的 特別是分拆的有機歸業務 在A股上市其實仍然有一個憧憬在這裏